书界上回揭说这一段雍正建侠图 那么咱们上回书说到天西山老少群雄打算去攻打朱家宝 那么这内中咱们单说少了一个病胎罪张芳 那么张芳干嘛去了呢 咱们搁下朱家宝这要说说张芳 张芳啊暗下天西山 他可就追司徒朗跟铁掌地形仙老侠石宝葵去了 那么这会儿还没请出来砍伯仁 大伙把希望呢就记在波林先生原话身上 打算请原话出头帮忙 破这朱家宝 石宝葵呢认为自己一个人面子不够大 又搭着原话这个人呀 脾气很古怪 性格比较强 说得带一人去 大伙说呢 让司徒朗去 为什么 那么司徒朗这个人呢 是由坏而好 而且现在出家的和尚 这个性情脾气呀 跟以前大不相同 另外司徒朗也愿意去 为什么呢 这司徒朗精通机关消息 当初乔摆一座玲珑岛 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上啊 可是独出心裁 自己在这方面 有很高的成就 哪知道 七星先八宝转心亭 给他一教训 这才知道自己呀 还没到顶尖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这跟头摔的是 一而再再而三 原先他还认为 他这武艺不错 结果比他能为大的人 多了去了 所以他现在是彻底醒悟 别看自己这么大岁数 那需要学的太多了 那这波灵先生原话呢 就是个世外的高人 这是个隐世 我呢 跟着石宝葵一块去请这位 暗含着可以亲近高人 真有能力咱可以跟人想啊 到底看看朱家宝这机关消息 高的哪 他怎么摆的 他怎么破的 当然了 那行看门道 力本看热闹 你就是把坎伯仁 原话这样人请来 你找那不懂行的桥 还是看不明白 他本身司徒朗懂得机械学 他在经过人家一给他讲 他就能提高不少 所以他们俩下天西山呢 去请原话去 敢司徒朗跟石宝葵 由天西山下山走了 别人不想 唯独这张芳一琢磨 不妥 他心眼是多 他一琢磨 这二位请的来原话 我据他们介绍这原话 这老头啊 挺葛 脾气很怪 不成 这样的人呐 你按照正常的手续 按照正常的方式去解决 是解决不了的 你也打算把他很正常的到那 说我请您办点什么事 准请不来 这司徒朗石宝葵 别再跟他打起来 这个 得我去 我专制着咯人 说这人谁 他咯 那算对张芳的脾气 张芳还不欺负老实人 谁搁跟谁干 这种许没招他 但就因为这人搁 大伙都说他搁 行我试试 我看他怎么搁法 是他搁是我搁 张芳敢挑战权威 也大是他坏主意有的是 你倒跟大伙智慧一声啊 他一琢磨就凭我这个能为 在天西山现在来说 马友穿豆腐就提不起来了 那我的长辈们 狭见客这么多 哪就显出我 病态最张芳来了 多我一个不多呀 少我一个不少 有我也五八呢 没我也四十 干脆呀 我凉锅贴饼子来捏溜 他也没跟大伙说 也搭着世代紧急 他可就私自下山呢 追斯图朗跟石宝葵去了 他下山走了那么几天 也没追上石宝葵 也没瞧见斯图朗 由于贪赶路程呢 还错过宿头 眼看天要黑 越往下走啊 天越黑 天越黑走得越慌 还得心越凉 走得 旷野荒郊 大开挖了 前古卓村 后不遇电 别走了 上树吧 上树干嘛 树上蹲一宿啊 省到树底下 来个什么 那多麻烦 伸手稳了稳自己身上的兵着 他纵身行 上树 这一上树啊 他也得找憨的树叉啊 他得骑着这树叉 趴着睡 不能不躺着睡啊 躺睡真睡时一翻身掉下来了 他得搂着这树睡 他上树不费事 到树上啊 手搭凉梧 哎 你看 这张芳乐了 糟化来了 怎么 敢登高一远望啊 看见亮光了 行 有人家就好办 我还不上树了 他又顺树上蹦下来了 奔着这亮光这么一跑 跑到窃见一看啊 喜欢坏了 怎么 一小面 小庙不大 来到了山门窃进 这么一瞧啊 哎 这庙不错 庙门还开着 开也不是全开 开着办啥 这两扇 山门呢 关着一扇 晾着办事 哎 这怎么回事 按说这时间呢 山门开着 交代不下去 那省事了 我甭打山门了 你开着山门 那我就随便了 像别人呢 总得喊一声 啊 庙里的和尚 老师傅 少师傅 我是路过的 打断借宿 是吧 总得 知会 知会 你还甭说 黑顶天 大白天 你也得 惊动惊动 本庙的僧众啊 独单这张方 他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是双门紧闭 他也未必叫山门 他也许一滴了 跃墙而过 更何况你这门开着 妙吗 十方的居士 十方的僧众 就是方便人的嘛 是不是 慈悲为门 是方便为门 你开门 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来的 他也不喊 但是他没好心眼 他伸手就把吕祖锥 蹬出来了 这尖可不冲前 尖冲后 在手里面扣着 他外部上台阶 顺山门就进来了 小庙不大 他在这庙里的 简单的一转用 我说山门开着呢 空庙没人呢 没合上吗 这时间是晚了 但还没到后背院 前半夜 这和尚睡觉都晚 为什么 和尚有一遍晚功课 他得念经 念完经 他得把 供佛的乡竹 是不是 都弄好了 都规则利索了 佛殿上都打扫完了 他才能睡觉呢 这会儿都睡了 也不对 一定有人 为什么 要没人 我看那亮官打那来的 没人的庙 他点灯干嘛 对呀 我也糊涂 我奔有灯的地方走 张芳一琢磨 就这主意 跌了这吕阻队 他奔这有亮的地方走 他来到了 这间僧舍的外头啊 他先不瞧 他听 听着里边好像是有人 但没人说话 他点着灯就没睡呢 我瞧瞧 你张芳这人跟别人都不一样 您上这不借宿睡觉吗 你听着里边有人 老家 借官 当家的 你把这人喊出来 你说明白了 你这么些屋都空着 我睡一宿觉 不就完了吗 他不去 他非得先瞧瞧 里边这怎么回事 聂族浅宗来到了 窃进 拿手指的战舌尖 肚明 捅破了窗灵指 膝目秒一目 往里这么一瞧 他一看 里边俩人 啪 桌子上一位 这位是睡着了是怎么着 还有一小和尚 这小和尚 正翻包袱 把这位包袱打开 看完之后 又给寄上 往旁边一搁 在这位身上一摸 张芳一瞧不问可知 这种八成让这小和尚给害了 怎么 他趴那不动 你要说翻包袱的不行 这交代的下去 他拿手摸到身上 都搜到身上了 他愣不醒 他至于睡那么沉吗 他一定是给他这个水里头 饭里头 下了蒙汗药了 张芳一瞧 来得早都不如来得巧的 我还整赶上 可见小和尚不是好人 且看他动作如何 这小和尚在这位身上搜来搜去呀 突然间小和尚把这位给抱起来 卖部呢 往那床上走 这屋有个僧床 把这位可就啊 横着 搁这床上 小和尚把自己的僧袍可就脱了 穿着里边的衣裳 短衣裳 然后呢 把这灯啊 往这边挪了挪 伸手就挤床上这位的衣裳 张芳一瞧 啊 你瞧这碗功课啊 嘿 劫财还不行 环要结束 这位 让他给吓了多少药啊 茫然不知了 睡死过去了 他就一抱的 我末末隆隆 这窗户上这些小窟窿眼啊 他看不全呢 那个面貌瞧着挺英俊的一个后生 你这和尚多损 这不是什么好和尚 嗯 赶上了 管点闲事吧 他低了他自己的军人 拿手一蹲这门 想和尚也搭着 色欲熏心 这会儿全顾不定了 那正解一声 这门响都没听见 张芳把门一蹲 闪失进来了 来到的窃进 用手一拍着尖头 小黄一回头 张芳拿自己的驴组锥 就在他嗓轴子这一顶 别动 动还动得了 为什么 这这一回头就吓得半死 他别人好办 张芳这模样 您琢磨琢磨 大白天 谁炸一瞧张芳都吓死 更何况大板不啥呢 这不就庙里那小鬼活了吗 而且 也按时期心 他本来办的 就是这样下座的事情 责任胆虚 他这就害得怕 回头再一瞧 张芳这模样 小和尚扑通就坐地上了 张芳倒真省事 张芳随身带着有麻绳 可就把这小和尚给捆了 那位呢 茫然不知就在床上躺着 张芳可比小和尚仔细 拿这吕祖锥 一顶小和尚这嗓轴子 说 庙里还有多少和尚 你还有多少同党 张芳怕这庙里人要多呢 他这一喊都起来了 我这一人忙活不了 那么些人呢 小和尚呢 也当然没有什么经验 干坏事这大概 不是头一回啊 也绝不是经验丰富的老贼 吓坏 就我一人 就你一人就好办了 把这这嘴啊 床上有抗担子 撕一块布 一团往嘴里塞 再撕一条子 把塞在这一勒 在后边这一记 先把他嘴封上 哎 一看床上这位也不行 张芳低了吕祖锥出去了 庙前庙后怎么一转悠 确实如他所说 没人就他一小和尚 张芳把山门关上 你不关门 我还不关门 二次又回来 把他嘴啊 这布条子打开 嘴里东西掏出来 一滴了他 这屋子有桌子有椅子 往这椅子上一放 张芳在这对脸一坐 张芳还真有点饿了 在一瞧这桌上啊 有吃有喝 这个奶能吃奶不能吃啊 奶的有毛病 奶没毛病 跟我说说 小孩就让他捆着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里边放了多少蒙汗药 那意思我一喝下去 我也过去了 你想办法把这绳子给正位开了 置我一死地 是不是 这没毛病 你先来 张芳的心眼太多了 小和尚呢 只哭 那真没毛病 那个 你放心吃吧 那你也先吃两口 我先瞧你的反应 一看小和尚吃完喝完没事 啊 这俩有毛病 这俩没毛病 吃的没毛病 这吃的省着小和尚 说说吧 你怎么意思 小和尚说我怎么意思 我 我跟我这师哥 我们俩站着这小面 站这小面呢 我师哥出门了 出外 这个是 啊 刚说 在我庙里的借宿的 借宿 然后给他预备点吃 预备点喝 我一叫师哥走了 我这一人 也怪闷得很的 我看他背那包袱挺沉 我打算给他要翻过去 得了点财 他那包袱里没什么钱 我说在他身上搜搜吧 结果我一搜啊 我发现他是女的 我这才起了这么点 坏心眼 我打算脱的衣服 啊 女的感情是 嘿 我说的呢 我还瞧这是一小伙子 嗯 好 张芳这俩牙冲上掌的 哎 反掌的这虎牙 碰上我 该找 行啊 这药有之救吗 怎么能把他救过来 一口凉水就得 啊 张芳一瞧啊 那种脸盆 脸盆里有洗剩下的水也凉了 张芳不管男女 端起这半盆凉水来 照床上这位脸上 哗就这么一泼 这位机灵打个冷的 悠悠专醒 浑身乌立啊 他让这麻药给药过去了 赶得醒过来 一发现自己 躺在床上可吓坏了 翻身坐起来 顺势 手里边一摸腰 张芳一瞧 别动 干什么 你又伸手摸什么 那说这女孩子伸手摸什么 摸弹弓 书中代言的 这人姓苗 叫苗飞侠 家住在长州北门里 他的父亲就是大盼飞行侠 苗泽苗润语 苗飞侠人称女二郎 他会打弹弓 他这弹弓可不是跟他爸爸小的 跟街坊小的 街坊就是不折不挠 清云走 冷镇冷运回 按说冷镇呢 可比苗泽辈儿大 苗泽视冷镇为师 冷镇呢 管苗泽叫兄弟 从小苗飞侠管冷老爷子 叫大爷 那么没想到 那么没想到 自己的老师跟父亲都走了 去给师哥报仇去了 自己在家实在放心不下 而且呀 听两位老爷子临走时 说的那个话呀 知道对头很厉害 饶着是冷老见客 这么大能耐 都没有准硬的把握 甚至于说是抱着拼命的心去的 这苗飞侠在家里可就待不住了 自己呢 打算去寻自己的父亲跟老师 可这个女孩子又没出个远门 行走江湖多有不便 万般无奈这才女扮男装 她长得太漂亮 怎么办呢 也不像个男人模样 她想把自己啊 化妆成一黑脸大汉 哪那么容易啊 头一样说这个身材娇小 她买了一双最小号的男人穿的靴子 那她也穿不住 走不了道 她有主意 她拿这棉花呀 往靴子里头 往靴子头塞 赶这棉花塞进去之后 这脚筋去 头了顶上 后头还带不住 再往脚后跟这塞 这双男人的靴子改绵鞋了 这姑娘穿着走 沉不说她无脚啊 那她也有这恒心 我也得找爸爸去 就愣穿着这么双鞋 女扮男装就出来了 她刚出来的时候就让人认出好几回来 那位怎么意思呢 没有江湖经验呢 急得苗飞侠呀干脆 早晨住店 每天呢 夜里头走 白天住店 开店呀 她愿意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开店的这个白天店房啊 利用力低呀 她不赚钱呢 哪有白天住店呢 过去那店跟现在的店不一样 现在这大酒店 几点都要来住的 一住住好几天 过去呢 那都是行路的多 到天杂痕了 那店开始上人 白天没有住店 那么她白天住店 店钱还便宜 那会儿也是白天一件 晚上一个件 那白天那住的还便宜呢 她休息 也没人吵 白天店里人少 哎 等晚上别人住店了 她出门 她夜里赶路 也搭着 她身上有工夫 她也不害怕 那这天正走 她一瞧啊 天晚了 该赶路了 可这天怎么有点阴的 别下雨 她也怕呀 让雨给淪了 她躲着这小庙 她一瞧啊 哎 这不错 我还以后啊 找这小庙住挺好 我再往下走啊 逢这个安关寺院 我这么着走到好 为什么呢 我晚上得睡觉 要不我这成修走 也不是事 哎 好 她得个敲门 要赶合适了 她就小庙里借宿 这天晚上正走啊 从眼前都过去俩人 一男一女 跑得挺快 女二郎 苗 苗 苗 在后边一追 追到切尽引住 身形一听啊 世上的新鲜事太多了 应当呢 是男追女 哪知道啊 这是女追男 这个女子可就向这男子表白 我怎么喜欢你 我怎么爱你 我说你家里把你调出来 打算跟你成其美事 这女的还挺漂亮 书中代言 可就是聂红蝶 跟砍家大爷砍龙 苗飞牙一瞧 越说越不对 怎么 这个女子 眉目之间 近代淫荡之态 这不算 人家不乐意就别去了 你就走吧 干嘛死去白裂的呀 苗飞牙看着运气 这砍龙还真不含糊 这砍龙啊 意志还挺坚定 不从不从就是不从 一个不乐意 两个不乐意 敢说第三个不乐意 把这女的还说极了 这女的脾气还真大 俩人要动手 两个人这一动手啊 哎呦苗飞牙这么一瞧啊 这女的能力太大了 你琢磨琢磨 他爸爸是侠客 他师父是健客 他打小看这把是可看的多了 苗飞牙的武艺虽然一般 但是眼皮子可不窄 苗飞牙一瞧 这女的这功夫啊太高了 真说自己过去帮着这小伙子俩打一个也算白饶 不成打不过人家 倒不如我暗中保护 也就容得刚这么一响啊 砍这大哨已经趴下了 一瞧啊 这女的还真厉害 把这砍这大哨一捆 俩人的兵阵全拿着 低了着他 找地儿 抑郁啊 行欢 苗飞牙跟着 一瞧 和尚太早庙 这苗飞牙更生气了 你这不玷污人家佛门境地吗 哼 一看庙里和尚睡得也死点 苗飞牙一琢磨 我要吵闹起来 把小庙里的僧众惊动起来 未必是这个女淫贼的对手 这些人要会练好吧 大伙一吵一闹 把他惊走了 要是不会练一帮笨把是呀 都让他去害了 被这苗飞牙瞧出来了 这个女淫贼的能威太高 怎么办呢 一看呐 这女的跟这男的说 这男的还是不乐意 这女淫贼要行凶呢 他可就把弹弓啊 给拽出来了 他这弹部是冷战侵传 这一弹部要冷战打 那把聂红蝶就打了 为什么 聂红蝶一点防备都没有 说聂红蝶跟冷战对面 要说冷战这一弹部 准把聂红蝶打了 也不好说 但是冷战那弹部 您琢磨琢磨 他要在暗处张明志赵明珍 在明处都不敢追 何况聂红蝶 要冷战在暗 咱们这套书里边爱谁谁 冷战这弹部也打成了 要都在明处不好说 那么这苗飞侠的弹部可就差多了 头一二说 他的力量没有冷战那么大 这插半弹部就跟拉弓射箭一样 他也得有力气 说你力量再大 你这个弓 他的质量跟你的履历 跟你这个弹子打出去 这都是有配比的 也就是说什么人用什么样的东西 用什么等级的武器 所以他各方面都比冷战呢 要逊色很多 那也不含糊了 八大一师弓弦 想这个弹子打出去了 要一般人也要打上了 聂红蝶太高了 聂红蝶是女剑客 啊 这个贺道姑的亲传 在咱们这套书 贺玄真可数得上了 听见恶风不善 偏脸啪一下 贴着腮帮子这弹子打出去 打到墙上 就这一下聂红蝶就吓一跳 为什么这力量在这 这刚才要一时躲不开 凿得我脑袋上 这会脑袋上前后多一窟窿眼啊 那还不死 聂红蝶不知道偷袭自己的是谁 本来苗飞侠偷袭 失手 心里就要慌 为什么 苗飞侠能得全在这插半弹箱 这弹箱您别瞧 这是武器 这俩人要真动手 这插半弹箱能打人 远了能打弹子 进了这那可是个兵人 但他已经瞧过聂红爹的武艺了 真说这人要低了宝监顺窗户窜出来 我苗飞侠白给 这一个弹子 没打着失手了 他伸手就拿第二个 弹箱里边填上连环弹箱 那意思 你要回头我再打你几个 哪着聂红蝶不愿意敛战 聂红蝶连头都不回 偏头躲过弹箱 弹箱打墙上 他知道偷袭自己的人 很厉害 直接脑袋往前窜 踹后窗户 他就跑了 皆因为他知道自己办的这事 伤天害理 这就叫责任胆虚 苗飞压不知道他真跑假跑 跌了弹箱在后边虚这么一追 一看确实跑了 赶紧翻身回来 给砍家大爷松绑 砍家大爷没认出来 也搭着黑 没瞧出他这个女孩子 就知道是一漂亮小伙子 说多谢恩公失守相救 你怎么回事 我是砍家的 我姓砍叫砍龙 我爸爸是五星走 砍伯仁 你赶紧回家吧 别往那方向跑 往反方向跑 你别再碰上女云贼 我就救不了你了 好多谢吧 他把砍龙救了 那他接着走吧 他雨桥啊 又要下雨 还得找庙啊 他有这经验了 这回住在小庙里头 小庙里就一小和尚 他没房子 也搭着他这社会经验少点 小和尚呢 建材起义 也没瞧出他是女的来 拿着当男的了 那意思给他麻烦过去啊 抢他俩钱就是了 哪知包袱里 前少一搜身 发现他是女的 欲行非礼 这功夫病胎罪 张芳到了 把他救了 苗飞侠醒了 不知道张芳是好人呢 您琢磨张芳这模样 他伸手就拽弹弓 他伸手把这弹弓 拽出来一仰手 那时候他怎么不拿这弹子啊 他这距离太近 这玩意儿不管用 这个也得有有效射程 他拿这弹弓罩着张芳脑袋就打 他在炕上 张芳在炕底下站着 张芳这吕阻锥呢 就在手头低了着 刚吃完喝完审完那小和尚 把他刚给喷醒 一瞧你这女孩子怎么不容说话呀 张芳也明白 自己这模样把他吓着了 他拿自己当坏人 但你这孩子也有点太粗鲁了 太鲁莽了 拿弹弓往他脑袋一打 张芳也不谅这吕阻锥 就拿这锥瓣一趟 哎 等说话呀 苗飞侠什么脾气 说什么话呀 我能让你说吗 我让你说什么 你们俩怎么把我麻烦了 怎么把我放床上 他一着急 他打算顺炕上啊 王启村 飞起一脚踹张芳 他这个力量啊 没有那么强 腿是软的 他刚醒 他这一抬腿很慢 张芳的也搭得有点顽皮 张芳一伸手 就把他脚给抄住了 你瞧他这靴子呀 是男人的靴子 新了话说了 他告诉我你是个女的 我瞧你是女的不是 就顺这手啊 一使劲 这可坏了 顺脚上啊 把苗飞侠这靴子给扒下来了 这靴子往前一扒呀 张芳吓一跳 为什么 带出两团白糊糊来 为什么苗飞侠塞好些棉糊 张芳下意识往后一闪身 拿着这靴子一瞧 献出来苗飞侠三寸金莲 这苗飞侠可受不了了 这哥现在不叫事 哥古时候这可是大事 这脚不能让人看 也甭踹人了 蹭一下蹦炕上去 顺手 有兜里边 把蛋子拿出来了 扣到蛋兜上 一仰手 那次要打张芳 张芳一瞧 这女孩子 还真是女的 我都把她鞋给扒下来了 别等她打我 我跑吧 张芳把鞋一扔 你也活过来了 你也有功夫 这小和人也治不住你了 我呀 不管这闲事了 张芳把鞋一拽 没头出屋 撒腿就跑 后边人追他 可不是苗飞侠追他 一个老和尚啊 加石宝葵 站住 张芳一回头一瞧 司徒朗 石宝葵 嘿 你们二位 怎么在这 在这 瞧你半天了 你怎么意思 我怎么意思 行侠仗义 救人呢 救人没错 你个满板姑娘 鞋给脱下来 把他踹我 那我 伸手接招啊 是不是 那不赖我呀 那我把他鞋 拖了我 怕他追我呀 他光着脚烟 再说一只有鞋 一只没鞋 他不跑得慢吗 您这个 您不能怨我呀 不成 他又没让你 瞧见这只脚啊 好办 他让你瞧见这只脚啊 你得负责 我说什么呢 张芳新的话 你们二位 这事还没办呢 你们俩不请原话去了吗 要不请原话 还到不了这 你们先跟我回来 先跟我回来 不我便 我告诉你呀 这孩子我认得 石宝奎说 这孩子我瞧着像苗泽的闺女 苗飞侠 你呀 别进屋 我们俩进去问问他 他是不是苗飞侠 要是苗飞侠 他的 师长 我们全认识 我们俩人的岁数能做的办拉主 我得问问他 既是 他这脚已然让你看了 那 男女受众不侵 在那年代 你不负责任 也得负责任 可是呢 他要乐意啊 我们提着做主跟你 他要不乐意 咱们再说 那我无所谓啊 那能乐意吗 别人不知道我怎么回事 我张芳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就毕人这副尊容 我们家没镜子 从小我妈就都把镜子都给砸了 都收了 不许我照镜子 我长得挺老大 有一回上河边玩去 好像没把自己吓死 我才同一回瞧瞧我自己长成姑娘 怨得我爸不喜欢我呢 我爸不想多漂亮 风流美善仙 张鼎张自美 那在瓜州人物自吼 那我这模样也没随 爹也没随妈 那谁知道怎么长的呢 你还别说 他俩不提 我没琢磨过 我的终身大事 再找一根 跟我班配的可难了 学吕总要配破墨呀 学吕是有了 哪那么方便的破墨呀 可有一解 他女扮男装的小伙子 这么漂亮 真要说换成女装 他也错不了 又是霞建克的徒弟姑娘 能跟我吗 我不是成亲找便宜脱的鞋 哎呀 行了 谁让我年轻呢 你们二位啊 先别忙进去 你们跟我说 请原话这事 原话不在家 啊 我们到家里去 人家人说不在家 走多少日子了 走一多月了 哎 亏了我下天西山了 你们俩人请不来原话 这分明是假的 我还在院里笑笑 我这事 我得想一主意 把这原话呀 给琢磨出来 你们俩进去说去 他处着这吕祖锐呀 在小庙院里等着 一会儿一瞧啊 司徒老把那小和人给递了出来了 让他在屋待着 老和人把小和人递了出来了 你看你也是出家人 你行的这事情 你琢磨琢磨琢磨这小孩今天晚上受这惊吓可太大了 头一二说 这张芳把他吓得就不轻 他也不是老干坏事 他这师哥走了 今天建材起义干这么点坏事 让人家给拿住捆成不说 敢救活了 这女孩子也有功夫 还有弹功 这亏了我没行非力 这要行非力 还行过来 自己也打不过他 再一瞧这老和人把自己递了 这老和人相貌凶子 您琢磨司徒朗 这俩眼狼眼 见灵耳头 再踢一秃瓢 原先白头发 白胡子还挺威风 挺漂亮 感觉一出家相貌 越发的凶子 他还说我这和人不规矩 你不当和人 也好不到哪儿去 小孩这会儿不敢说话 里头石宝奎呢 做苗飞侠的工作 姑娘 我没认错的话 你是苗泽的姑娘吧 哎呦 老爷子您怎么认得我 我小时候上你们家去 我跟苗泽还不错 刚才啊 跟你闹着玩的 谁跟我闹着玩 就是脱你鞋这个 您别提这行不行 这姑娘也要把棉花塞上把鞋给穿上了 哎呀我们俩人啊 跟她是一块从天西山来的 去请人走半道走失散了 这碰上了 她是把你救了 原原本本把经过的秘书 敢叫司徒朗跟石宝奎啊 瞧见张芳 你要依着石宝奎啊 得喊她一声 张芳 司徒朗说别喊她 这孩子挺嘎咕 咱瞧她要干嘛 俩人在后边跟着 一看张芳走在庙头的不叫山门 司徒朗说怎么样 你说哪有这样的 上人庙里去也不叫门 还把家伙拽出来了 拿家伙往里愣闯 咱跟着看 敢示张芳救人全过程啊 俩人瞧见了 石宝奎说你看没有 这孩子不错 不错是不错 你 把这人叫醒了 不会好好叫 是不是 凉水干嘛整盆的 往人脸上泼 拿手捞着往脸上 胆点不就完了吗 而且这个小孩 告诉她这女的了 你明知谁女孩子 你还这样 这实不怎么样 哪只女孩子醒了 俩人就打起来了 她一伸手把她鞋脱了 石宝奎 俩人把她狠住了 现在把所有经过 跟苗飞侠一说 苗飞侠一听 哦 她还真把我救了 哎 这小盒子不地道 我宰这小盒子 你别忙 先别宰这小盒子 这个救你这人叫张芳 怎么了 明文之后 什么明文之后 他爸爸也是侠客 他师父也是健客 跟你一样 我们俩有什么可避性吗 你爸爸不也侠客 你师父不也健客吗 我爸爸什么侠客呀 我师父什么健客 他爸爸就是侠客 还能比我爸爸的侠客大吗 他师父就是健客 还能比我师父的健客大吗 哈哈哈哈 师父回一听 姑娘 你还别说 要提你的父亲来呀 跟你父亲齐鸣并齿 还真差不多 他爸爸谁呀 挖州风流美善仙 老侠个张顶张自美 那 他这门户 不矮 他师父还高 他师父什么健客 他师父是教门里的门长 八十一门总门长 欧阳修老健客 刘飞家一听 怎么着 张芳的门户这么高吗 哎 这还不算 这个这个这个姑娘 刚才你的这个肌肤被他所见 实出于误会 既都是江湖儿女 石大爷我可就明说了 这要咱们做小儿女情长 那没得说 你既被他看见肌肤了 就得尾身于他 我把他的门眉也跟你说了 倒是门当户对 可是他这模样 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江湖儿女 心情豪放 你拿这不当回事 你呢就不提了 我出去嘱咐他 这辈子不许往外说 一会咱把小和尚一活埋 我跟老和尚呢 自此不往外说 谁也不知道这事 你看怎么办呢 苗菲衙一听 石大爷 这个儿女的婚事 可不能再您这么一说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我嫁的不嫁他 可我说了不算 这个事情啊 得我的老师 我的父亲做我的主 他的老师 他的父亲做他的主 可要跟飞侠我来说 我这人呢 是重财不重貌 你瞧 石宝奎一听 这孩子怎么给台阶不下呀 我这话是引着他说什么呢 嗨 我不在乎 让他瞧我脚瞧眼瞧眼吧 让他别外边瞎乐乐去就完了 我们俩出去嘱咐张芳 别外边胡说去就得了 我怎么听这姑娘还有点意思 你还别说张芳那模样 是千里难挑万里难选 你再找一张芳也不容易 那么我听的意思 这没说之言是有了 我跟老和尚司徒朗 我们俩人 跟你的师长跟他的师长 都堪称莫逆 那是有很大的交情 哎呀 那么他的副兄师长要是乐意 你的副兄师长要是乐意 这事就能成吗 姑娘说到这儿 可就不能答应了 脸一红低头了 那这还是封建社会 就脚让张芳看见了 实际这人就算张芳的了 你就得对他负责 说这姑娘 脚不也要小和人看见了吗 那就比跟张芳 还是张芳好 小孩都憋着 让人活埋着住了 苗飞侠不严育了 师长会一脚 怎么办吧 你把你身上的蛋子给我一个 可就把这钢珠蛋子给拿出来了 这就算信物 我交给他 我从他身上要一样东西 给你 那么你带着 见着你们副兄 不用你们说 我跟司徒老建客 诉说以往的事情 姑娘可就把这一粒钢珠蛋子给拿出来了 就交到老侠石宝葵的手里 石宝葵可就出来了 张芳 你给我点东西吧 我给您什么东西 你身上的信物 我得给人姑娘 俩人先换个信物 见着你们的师长父兄 秉秉此事 他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乐意了 张芳一琢磨 怎么会乐意了呢 哎呀 他瞧着我什么了 我有什么 人说是重财不重貌 他你这模样大概他就安全 你知道吗 哦是啊 这小和尚怎么办 小和尚让老和尚把他带着庙后的就叫一叫一他吧 斯托拉一身上把小和尚丢了起来 带着庙后的还真活埋吗 哈就这么一下 这小和尚露两手功夫 把小和尚吓得是屎尿亲吓 这辈子也不敢做坏事了 张芳身上还真没有什么东西 张芳说 咱们这样吧 带着他 咱们先找圆化去 找圆化回天西山 他爸爸正好在天西山呢 他老师也在天西山呢 您二位啊 先别说了算 我这信物先别交 为什么呢 他乐意了 他爸爸不见得乐意 他师父也不见得乐意 平常那两位老爷子跟你怎么样 那还行啊 见着我也有说有笑的 是不是啊 我这门眉也不低 可是我不好意思的 人家公家那么漂亮 我长这模样 您说这真成了 哎呀 这我们俩人好比说真成了 再有孩子 要这个基因隔代遗传好办 我们俩这孩子随他妈也好办 随我爸爸也好办 他真要说随了我可干了 再生出一小张芳来 可不老合适的 那你就甭管了 知道吧 你就属于基因突变 你怎么知道你这孩子不再突变了 到时候复复一得正 也许就漂亮了 行 咱先请圆化去吧 好吧 姑娘还是女扮男装 简断说天也亮 顺小面里头 有人四个出来了 问圆化家吧 到圆化家张芳这坏主意出来了 张芳说 三位 圆圆躲着别露面 我把这圆化先挤得出来 人没在家你怎么就瞎话 绝是瞎话 他在家他也说他不在家 他就不想管这事 这人脾气古怪 来的时候我让您俩人来 哎呀 我一琢磨就不对 我下山就追你们二位来的 哪知这半道捡个媳妇 哎呀 你们三位圆圆少着 我把他挤得出来 您过去拿话问他 为什么他在家 愣说不在家 先打他一不是 这也把他问住了 好 带着他 跟咱们回天西山 大破朱家宝去 两位老侠一琢磨 在人家里头拍头磨血 堵着门上吊 愣讹人这事我们俩干不出来 打算把原话炸出来 就得张芳这样的人 时报回忆琢磨得嘞 姑娘 咱们找这儿夺夺 你瞧瞧他有多能耐啊 要我瞧一瞧 我瞧着吧 他救我救命之恩呢 而且自己暗含着 一尾身于大 那就瞧着吧 三位找地位一迎 张芳 啪啪啪一拍大门 开门 开门开门开门 原家的下人把门户开放 一瞧 门口站一小滚 打当起来 你找谁 拿去 拿拿去 本宅主人姓什么呀 我找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要找那人 这家人一听 他连我们这是谁 他都不知道 那就能说了 你要直接说找原话 还这篇品词 不在家 他都不知道我们这是谁 我们本宅啊 我姓袁 我们家主人 叫袁画 你找谁呀 啊 袁画呀 那你说我找谁呀 我上姓袁的家 我能找姓方的吗 本宅这是袁画 说准了 是啊 就找他 叫他出来吧 什么我们家叫他出来呀 你干嘛 凭什么把他叫出来 你认得我们主人吗 不认得 我问你这人说话 有病是怎么着 你都不知道 我们家姓什么 我们告诉你 你也不认得我们主人 你就让他出来 对 我让他出来 有让他出来的理由 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啊 刚才 我给别人了一档子事情 了完这事情 回来走到村口这 我怕那姓袁的袁画了 他偷我一包银子 这袁家的家人一听 什么了 你给人了事 这天刚亮 你给人了什么事 你上哪儿给人了事 好事大了 哥别人了不了 六个辣了咕打起来了 我到那大喊一声 就全吓跑了 错非是我别人了不了 哎呀 这大姓岛雷神经病 然后你回来 就看我主人 对 对对对 就这原话 就是他 就是他 偷我一包银子 四万多两 难道还我 我那了事 人家给我的 人家谢个我 给我的酬劳 四万多银子 一整包 让他赔我 家人一听气坏了 我们老隐是能通你银子吗 再有我们老隐是也不在家呀 是他得说的不在家呀 他偷了我的拿了我的 他能说的在家吗 我告诉你们 我好说好了 是不成是不是 他要不赔我银子 别说脑一脑 怒一怒 我打将进去 到时我见什么 拿什么 得赔我这四万银子 这家人哪 越听越没人话 心了话说了 这小鬼不知道是哪呢 大清早跑这门口闹事了 你也不打听打听 不灵先生 原话是何如人也 这家里家人都有两下子 也没挑剔张方 英文的这位啊 下台阶就过来了 就这么一推 张方去去去去去 张方故意的 让他推着 晾上去 哎哎哎 怎么意思呢 动手是不是 你要动手 你可别说我张嘴胡骂 什么难听我骂什么 你敢 你骂人 你试试 你张嘴你骂 张方还管那呢 张嘴就骂 什么难听说什么 这位听着是不堪入耳 实在没辙 一毫张方一仰手 没容他打上张方 张方一叼的 把他一身腿扁起来 扔去了 咚咚扔两脚 张方多损呢 往他身上一骑 倒着旗 回手这手 摁着他脑袋 这手啊 拧着屁股 这张方太坏了 打的这位嗷嗷直叫 这位一叫 袁家人多了 呼拉一下 出来四五个 张方真有能耐 愿不得六个辣了咕 都怕他呢 袁家这下人 不够他打的了 好家伙 张方真的说不可一世 把袁家这几个吓人 打的呀 东倒西歪 这个趴去那躺去 有生气 犯轴的 还跟他那玩命呢 有机灵的 撒嘴往里就跑啊 先生先生 您快出去瞧去吧 来一小鬼 好家伙太欺负人了 原话呢 早上起来洗脸漱口 喝点水 是吧 这正等吃早饭 听着外面闹得 抄抄不知什么事 一看自己家下人等 鼻青脸肿 哭哭啼啼就进来 原话大怒 原话跟着家人 到外面一瞧 呵 哪来一庙里 小鬼指东打西 身上明晃晃亮堂堂 揣着一条驴祖锥 三棱瓦面 驴祖锥这兵认 别人不认的 柏林先生能不认的 就知道 这个人的武术相当好了 自己家人 绝对打不过的 大喊一声 鼠辈你休要猖狂 还不与我助手 张芳虚荒一拳 蹦出圈外 这些家人 胡拉全跑起来 往门里的躲 张芳不打眼 冲号被扭头 司徒朗 施宝灰 苗飞侠都出来了 司徒朗 见灵耳这么一动 狼骨二目 圆帆 阿弥陀佛 你就是圆化 圆先生吗 啊 是我呀 我们登门拜访 为什么避而不见 明明在家 告诉家下人等 你已经外出多日了 适合道理 原话一听这么回事 打架是假的 把我框出来是真的 你是什么人哪 老僧 俗家名的父姓司徒丹的明朗 当初江湖上 有一个小小的匪号叫九尾宗仪 您呢 铁掌地行仙 我叫施暴魁 这是苗老侠的爱女 苗飞侠 打人的这个呢 这是欧阳老建个门徒 张鼎张自美的独子 并太岁张芳 好 您刚才问我什么 为什么我们二位登门求见 你避而不见 明明在家 你愣告出去了 您这么大的居士隐居在家 怎么交下人说瞎话呢 你们大清早 登门殴打我的家下人等 就为了把我框出来说这句话 好 你们这叫欺负人 你们请我干什么呀 请你有事情 什么事情我打的打听 打算请您到天西山 帮着大破朱家宝 朱家宝摆下机关消息 我等破不了 听说你能破 我能破 我就非跟着你们破去 我凭什么跟你们去 我隐居在家 待着好好的 我为什么非要辛苦跟你去呢 哎 这叫什么道理啊 破朱家宝是国事 你在家歇着不是家事 国事也好 家事也罢 国事虽为大奈何一劫 老不讲金骨为能 我既称隐居在家 就不问是事 家事虽小于我来说都是大事 国事再大于你等来说是大事 于我来说倒不是小事 是莫不关心之事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不重要 你让我去 我就得去 我不去 行不行 一不该你 二不欠你 在国家 我种地 交粮 做商 纳税 我不欠捐 不欠税的 我凭什么受国家的支派 于江湖上来说 我原话些虚有些个名望 我也练过几天武艺 跟尔等不厚 我跟天西山也没交情 我跟朱家宝也不薄啊 我帮着你们破了朱家宝 我不得罪一方人 因为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们到这来 口口声声声讨 我说我骗人 说我家下人等说瞎话 我真正不地道 你们不理我 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明明知道 我说瞎话 二次登文羞辱于我 欺负我的家人 打得遍体鳞伤 这就是侠义所为吗 这就是丧山门的门户 老建克交出来的徒弟吗 你们站在这还理直气壮 说我原话的不是 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隐居在家多年了 我不愿意跟你们怒气 也就是了 话已说明 不诉之客 恕袁某不送 家下人等医药费 不找你们赔就是了 我还得给他们调病 不必啰嗦 轰了 这波灵先生原话能说 不但能说人占理啊 人这话说出来 把个司徒朗石宝奎 问得哑口无言 张芳一瞧 费我 我这耍半年火宝折腾出来 我让你们俩拿话 把他问住 怎么让他把你们俩给问住了 这倒不错 登门要见人家不见 我来这好不容易见着了 你们俩请不动人家 哼 这老头 真能说 张芳一亮这吕祖锥 嘿 正原的 甭废话 四万银子还我 还我四万银子你说出来什么都行 你偷我钱 原话能给其乐 哎呀张芳 你仰仗的你是剑客的门徒 侠客的儿子在我面前就这样似乎忌惮吗 别人怕你 袁某可不怕 你别看你们老少都是厉害角色 瞪着门欺负人 这可不成 没别的 你们要讲究武力对待 那袁某奉陪 我含糊要打架 司徒朗时报会议 咱们请人的怎么跟人打起来了 这招不错把他挤得出来了 可人家话在理呀 人明知道国家事实大事 人就不管的 你怎么着 人说我上岁数了 我不去 你这也拿着没辙呀 这苦苦哀求人都不一定去 你再跟人动手打架 咱更不去了 哎呦谁跟他有交情 咱也不必讲打吧 不打你们走啊 你们堵着我门 我又不跟你们走 你们又不跟我动手打架 你们要干什么 难道不成放火烧我的家呢 牛飞侠旁边一瞧 我这没人跟你这未婚夫 怎么都这样 我打起来 我爸爸跟我老师没教过我这个呀 这都什么行为这都是 还真僵在这儿 就听这人说话 胡爷 讲打架不要忘了我 不老人家道了 人道 话道 话道 飞着旁人正是老健和英雄德路路民站 也别说路民站这皮子这么古怪 原话跟他不错 原话一听 哟 这不是陆民站陆老江客吗 您怎么到了 我老人家怎么到了 我老人家不到不行啊 你们这里打架不要少了我啊 哦 您怎么回事 你来看 这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请你是有重要的事情 他们就这样请吧 哎哎哎哎 不就打伤几个家下人等吗 医药费五来陪 到家里说话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好 里边请吧 原话一瞧陆民站还真给面子 老少几位全给请进来了 石宝葵伸手把钱给就拿出来 刚才尊管哪几位币区请出来吧 好 连门上听门这位带里面这几位 鼻青连肿 让张芳打都不善 大家伙全出来了 哗啦往这一站 站一排 石宝葵挨挨个给钱 这是暖腾的钱 啊多必须啊 买点好紫药水 二百二 创可听 啊 这个你们家先生也会黑红二伤 让他给你们开点好药 拿这钱暖腾 对不住对不住 谁敢拿呀 大伙都推托 不要不要不要 好家给我们打的不上 这牙子我们打活动了 都拿眼啊 看原话 原话说老侠哥的钱 记忆出手还能要回来吗 既是老侠赏你们的 都带起来吧 大家伙这才称谢 把钱接过来 原话沉着一张脸 面带不悦 陆明瞻一看 哎 原话 你网称不灵先生啊 你要知道来聘请 你的人是什么人呢 啊 什么人呢 他叫司徒朗 他叫九尾宗医 他没有报清楚 他还有个世界妙手啊 他当初上了外扬 到洋人的大船上去学习机械学 自认 机关消息 玲珑八宝 转心的嘎的 没有他不懂 没有他不晓得 哪知道 一个小小的八宝七星亭 就把他给拦住了 他自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可就服了你原话了 这一次朱家宝 一个五行奇门道 他摆了一些个机关消息 他们又玩不转了 又破不了了 破不了怎么办呢 破不了就要找你 他只有你去才能帮他们破 我告诉你 他们还请了别人 他们还请谁了 他们还请了五行手 坎伯仁啦 坎伯仁不行的 坎伯仁别看不行 还要逞能 到那里还要假装行 他假装行 博写个虚名不要紧呢 忘送人命啊 好多国家的栋梁 见侠客就要死在朱家宝啊 能要小的 你不去要死人的 啊 您早这么说呀 感情这人很虚荣 坎伯仁都去 我能不去吗 这功劳要让坎伯仁破了 那还行 这功算他的了 啊 陆老英雄 叫您的秘书 我去是救人去的 当然了 他们不会办事 用一个激将法 把你激出来 应当好好跟你解啊 当然了 你一不图名 二不图利 你的名望很大 你家里很有钱 又是国家的大事 辛苦一趟 势不宜迟 跟我们走吧 您早这么说 我不就跟着去了吗 行了 打伤我几个人 石老侠也给了钱了 咱们即刻登城 你瞧这人脾气多怪 刚才120个不乐意 陆明瞻一道 几句闲话 他就乐意 啊 乌鸦 贤弟 您别这么称呼 您是老前辈 能带点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带 破机关消息 还带东西吗 盖锥总是要带的吧 你也不懂 带什么改追 走吧 打这儿说 老建个英雄 得陆 陆明瞻 柏林先生 原话 铁掌 地形山 施暴 回九尾 宗一 斯图拉 带着没过门的 小两口 金工女二郎 苗妙飞侠 病态碎 张芳 老少 这是六人 可就顺 原话 咱们家出来了 正往前行 一抬头 哟 碰上朋友了 谁呀 正是老侠个十多十金生 带着徒弟 小白元王环 在这儿碰上了 走吧 一会儿奔天西山吧 到天西山一打 能怎么着 大伙都已经动身了 原话 立功心器 怎么 让坎伯臣 把朱家宝破了 显不出自己来了 这几位呀 可就直接绕到朱家宝后边 那 波林先生 原话 就是厉害 剑道机关 那叫 随手而破 张芳 他们由后都来 坎伯仁 带着三位剑个 由头了来 整碰着张芳 张芳 这会儿来不及 细说呀 老少 群兄 都在这儿 大伙破呀 那有一个 坎伯仁 就够可以的 这再加上 波林先生 原话 朱家宝这些个摆设就全都废物 所有的侠奸哥打散了 跟着二位这么一铺 不说别人 单说十多十斤生 带着小不冤王还 可就往后绕 正碰着杜古杜春秋 杜春秋有阵徒啊 他这好办 总徒在他手里呢 可就带着这二位来到后边 他干嘛呀 知道后边有个和老太太 这是朱和氏 就是大庄主 朱平的老伴 那么这姑娘可就托付给杜古杜春秋了 你要不管我这姑娘 这阵图不给你 那么把这个总图交给杜春秋 杜春秋暗图锁记破了朱家宝 现在到后边救老太太 一看这不错 庄里边一乱 姑娘已经把东西给收拾好了 可有意见 顾得了这些东西 顾不了老太太 背着老太太拿不了东西 正在为难之际 杜春秋到了 老太太一看杜春秋 说了一声杜老山主这相来 怎么样老太太 我把图交给你 现如今暗图破阵 把你们朱家宝 大的小小的机关消息 都给破了 为拿的是反叛西安侯 老少群雄 义干剑侠客已然到了 那我不管 我的老伴跟二爷他们这些人犯国家的王法 背正法 我管不了 我就管我这姑娘 我托布您那事办的怎么样 您托我的事 您要这图我给您了 你们也把这破了 现在 我让您给我 这姑娘找个好夫婿 这事您办没办呢 杜春秋手情保健 新的会儿 背老太太一走就完了 让老太太问给问住 喂 哎 猪的妈 这关车猪的妈 猪的妈 这事我哪能不办 您瞧 这不给您带来了 就拿手一指王环 杜春秋那次先硬会一下 为什么他不能指十多呀 十多九十多 所以一脑袋白头 一口 折铁刀 往这一站 他不能指这老头啊 他一看小朋友王环挺精神 其实他跟王环不认的 就用手这么一指 这不给人带来了 老太太 刚才也就瞄这王环 一脚果不其然是他 哎呦 太好了 咕耶 王环不知哪儿的事情 王环指往师父身后躲 这怎么意思 就是老太太 哪这么叫人的 叫姑也想话嘛 姑娘低头 低头可低头 撩眼皮 新了话 杜大爷办事不错 给我找这副学真精神 而且掌中一口刀 功夫还挺好 看得出来 啊 是院外的王环一蹦 那就带着功夫呢 姑娘也功夫 姑娘跟到二叔学的武艺好 功夫很不错的 石桌一条 我说杜爷 这怎么意思 还来不及去说 老太太托付我一事 让我给这姑娘相依故意 我把这茬给忘了 竟顾着破头猪家宝了 哪能那么方便 这年轻的后生 是不是 我们那没结婚的 倒是有 有一张芳 听说还没站上了 是不是 您这徒弟胆胆的 郑伯的有行没有 倒是没有 您看 这怎么样 石桌一条 行 王环的父亲没有了 我师父 是不是 师徒如负责 我叫他爸爸一样 我做了他如 要是这姑娘行 那不就行了吗 他这不有妈 您这不有师父 你们俩点一点头 这不就得了吗 王环一听这条干脆啊 过去 被你丈母娘赶紧走 把刀交给师父 过去传老太太 老太太往他身上一啪 啊 这是你的老太海 老太海了 这就啊 不是 我说的太海 你蹲着点啊 老太太往这王环 人一啪 哎呦 一妈子 这王环真好 您不要胡罗我背 您得跑啊 姑娘拿着包袱 十多根渡春秋 两个人保着 这一家三口 往外跑 敢跑到外边 一瞧啊 哎呦 三爷猪通 背着二爷爷 往外跑 动手之际 二爷腿 已然 让二舰 和江达 江本初 给打伤 搭着弟兄 手足 清查 三爷猪通 一身僧装 把二哥背起来 跃墙而逃 中侠个一看呢 皆因为是 三爷猪通 引进庄来的 可就不好意思 拦了 不知道 大爷流落 何处 西安侯流落 何处 大伙不敢深追 为什么 外边还一千岁了 护庄和外边那儿还 坐着一个 啊 雍亲王 这个不能有失 请雍亲王入庄吧 大破朱家宝 请雍亲王入庄了 可是同龄于兄娘保着 有人可就提出来了 西安侯 桃源这帮人要跑 也跑不了多远 咱们追 谁追啊 就是这帮 剑客追 书要简短 正往前行 一看 没看见西安侯 看见一老道 正是循环道长 贺清旭 旁边跟着一人 还背着一老道 要不贺清旭的角力 早跑了 倒霉倒这老道身上 谁呀 五门七星道 赵清风 这人怎么回事 他让马斯瓦 追的他打算 搬动机关消息 他这脚啊 躺在铜拐子上 没想到 马斯把腿坏 这一脚 切在他腿上了 一别 整个把他这条腿 给憋舌了 当时这股的茬子 横着就出来了 他就废了 那么赵老道 这一老残疾跑不了 大破朱家宝 头一个 他就知道不好 他可就央给 循环道长 贺清旭 人不亲 一亲 义不亲 咱们这叫门亲 看在我是三清弟子 贺老仙长 搭救我的性命 循环道长 贺清旭 有心 亮宝剑 跟群剑群霞 这么一战 知道自己 孤掌难鸣 暗含着 桃源 谭田等人 保护千岁已然 离开朱家宝 自己不愿恋战 再加上赵老道 这么一扬给自己 这才让自己 徒弟胡千里 把赵老道 他就背起来了 耽误他身上了 本来胡千里 重伤出狱 就没那么快 再搭上背着赵老道 走的就更慢 贺先长 守情宝间 在后边 这么一哄送 烟之道 陆明瞻 头一个就追上来了 乌鸦慢走 贺老道 你哪里去 这陆明瞻呢 守情的大烟袋 照着贺老道 脑袋就扣 贺老道 微微冷笑 莫说是你陆明瞻 就是你 师哥云龙九县 周寻在此 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 推荐燃 亮宝剑一接 他这大烟袋 两个人 可就动上手了 动手之际 贺老道 渐渐紧逼 陆明瞻 说了一声 徒儿先走 胡千里不恋战 背起赵老道 来磨头就跑 贺清虚 这跟陆明瞻 打心了话 说 打两下 我把你打趴下 我就追徒弟去了 耳轮中就听 有人 大喊一声 陆老健 可羞耀惊慌 金元在此 亮铁条过来 他也不让陆明瞻 彻招 一铁条 照着老道 山就点 老道大怒 你们都是人间的健康 你别瞧 金元 陆明瞻 你们能耐不怎么样 你们都是 负号的健康 你师哥 周璇 你师哥 马斯巴 这都是人物 交出来这师弟 就一二战一吗 那说 金元 为什么亮铁条 跟他打一二敌一 不让陆明瞻 扯招 打不过 他明知道 贺清虚能耐太大 就是两个人双战贺清虚 贺清虚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老道不走了 恨这俩人 一咬牙一口宝剑裹定了 陆金二剑口 就这一大烟带一根铁条 跟老道这一口宝剑走在一块 毫无立功 根本也打不过人家 耳轮中就听有人大喝一声 说了一声 二位贤弟暂且彻招马某道了 一对地形诀 马斯巴可就到了 马斯巴手持地形诀上来 跟老道子民动手 老道一瞧坏了 为什么 马斯巴这对地形诀太厉害 老道倒不是站不过他 刚才打这俩呀 就已经有点吃力 这俩人不打 一个大烟带锅 一个铁条在旁边站着 他这是个威胁呀 老道有心不跟他们打走了 这面子下不来 这么大循环道长 输给马斯巴 传讲出去 江湖上不好听 马斯巴不管哪 西域大侠 马斯巴一对地形诀越打越矮 老道还不识招 这口宝剑可就剑吃力 正在动手之际 就听有人高宣佛号 摩弥陀佛马斯巴 且住 山人道了 怀抱一对路去棒 书中代言 不是别人 正是二剑可 江达江本出 一时赶到张厂 摆自己路去棒 要过来站 贺清旭 贺清旭 一看这可了不得了 我可不是怕你 江达江本出 我连战了好几阵了 这会儿要走啊 还走不了了 为什么 马斯巴一对地形诀 如影随形的相仿 沾着这口宝剑不让走 在家旁边一对路就望 这边一根大铁条 成鸡脚之势 根本老道动不了身 江南手底一漫 心里一慌 这一腌带锅子 砸上了 可了不得了 这几个人动手 按说就不能过来帮忙 陆明瞻不管他了 暗含着构仑不掩 这一大烟的锅 可就凿得老道这口宝剑 往剑身上平着一拍 双绝着一撤 这口宝剑掉地成 老道一扎子手 陆明瞻这筋 这脸可露大 一抬腿 愣把何星区踹躺去了 金元过急就捆 陆明瞻也不说话 知道说话老道张嘴 骂街自己得听着 扛起老道就走 这段书叫陆明瞻 生禽循环道 愣把循环道长 曾大贺清须 踹躺下给生禽了 就带回天西山 带天西山 大家伙 从朱家堡把千岁爷请回来 先后也没逮着 把朱家堡给破了 现在这天西山实力大了 厉害了 老道关哪啊 老道关到牢里吧 别人大伙都研究这事 唯独张芳琢磨 这老道这么大能的 别关不住他 不成 我得看看去 低着的驴组锥 一点手 嗯 你瞧这叫这俩人 鱼横肝虎 跟我出去 寻营去 鱼横肝虎 那 不知道 干啥 干哪 吃肉 吃牛肉 哦 带点家伙带点家伙 吃肉带家伙 带带带 俩人一人一条大蟲 这来大冰川 吕堵锥 你瞧这三点家伙 可就奔土牢 到土牢 窃进跟前一瞧啊 人影晃动 张芳一瞧换 加紧 赶三根跑道窃进 一看有一个人 背起循环道长 贺清虚往外跑 另外一个道爷 反身正关门 他要不关门 他跟着也就跑了 他反身一关牢门 他想把这锁从外边给挂上 谁打这一过一看呢 没动 他就这么点细心 到后来让张芳赶到了 张芳并不搭话 好贼人 手里这条大冰川 三棱马面捋阻锥 照着这边后心就扎 这道爷可不干了 不由得大弄 伸手亮宝剑翻身 就这一道光滑 唰一下 可把张芳给吓坏了 耳聋就听 吃冷一声 吕祖锥前半截应手而断 剑销吕祖锥 这位手里这宝剑也厉害点 万力也强点 倒也回身这一剑 把张芳吓得亡魂接茂 俩傻大个不知道啊 两条大厨 弄往这位身上就撞 张芳半截旅阻锥 三个人打这一位 让这位给打的呀 这位能力太大了 把这三位啊 打得不善 整个天西山上边 全都乱了 大伙全往这赶呢 但是有人明白 这得保护啊 千岁要紧 主力围着千岁不能动 剩下能动的 全往牢门这儿 群霞大战 这位道爷 这位道爷 毫无聚色 一口宝剑光滑乱闪 那中有人可就说了 这口宝剑像战炉啊 这战炉宝剑 不是同林的吗 同林的秋风落叶嫂给媳妇的 媳妇那口战炉给他了 听说同林丢了 这儿正说着 哎呦 四把来了四把来了 马斯把一对地形诀 上起一地家伙 可了不得了 人这口宝剑太厉害 闲闲就把地形诀削断 马斯把这么大能耐 一身武艺不能施展 一对地形诀 不敢往上递 跟这位一动手 竟然处于下势 猛然间就听一声娇和 于秀娘一时感到 伸手亮自己的秋风乐月嫂 这才要捕捞面前大战 女道姑 贺玄珍 贺玄珍 啊